北约寒冷反应演习落幕 北约部队士兵参加寒冷反应2022演习 据外媒报道 3月中旬至4月上旬 北约在挪威境内及其附近海域举行了代号为寒冷反应 2022的军事演习 这是北约近30年来在北极附近举行的最大规模演习 来自27个国家的3万余名士兵参加了演习 寒冷反应2022演习由挪威主办 25个北约成员国以及瑞典和芬兰 两个非北约国家参演 演习出动地面部队14000人 水面舰艇部队8000人 空军部队8000人 以及驻扎在挪威各司令部和军事基地的参谋军官 演习动用了220架飞机和50艘军舰 其中包括英国威尔士亲王 号和意大利加里波蒂号两个航母群 是北约年度最大规模演习 据悉 寒冷反应演习是北约例行性演习 始于2006年 每两年举行一次 旨在训练北约部队 在极寒条件下 增援盟国和伙伴的能力 提高部队战备水平 2020年和2021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北约未举行这一演习 今年的演习没有因疫情影响延期或取消 而是从3月中旬持续至4月上旬 这个时间节点耐人寻味 引发外界普遍关注 报道称 寒冷反应 2022演习检验了北约快速反应 部队在极寒条件 下进行高强度联合作战的能力 检验远程机动部署能力 此次演习以北约某一成员国遭受攻击 其他成员国进行兵力、武器、后勤支援为场景 旨在检验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从陆、海、空多个方向快速集结的能力 同时检验挪威接收、保障和管理盟军增援部队的能力 外媒称 在挪威独特的沿海地形条件下 北约两期登陆平台顺利完成演习任务 验证了北约远程机动部署能力 强化盟军协同作战能力 北约发布声明称 此次演习见证了盟军空中力量与陆、海力量的联合 实现了复杂作战环境下的多余响应 演习中 美军B-52战略轰炸机与F-35战斗机 在海上舰艇部队和地面特种部队支持配合下 多次开展突防和打击演练 强化应对极寒天气能力 参演部队演练了穿越荒野、前渡冰湖、两栖登陆等课目 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作为旗舰 首次在北极地区开展沿海打击行动 检验了极寒条件下盟军部队生存、部署和战斗的能力 测试了武器装备在复杂环境中的作战性能 北约方面声称 寒冷反映 2022演习是数月前计划好的例行演习 是防御性质的演习 实际上 北约在北极附近秀肌肉 具有多众战略考量 一是展示实力 淡化分歧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寒冷反映 2022演习 展示了北约具备抵御来自任何方向威胁的能力 在当前欧洲安全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 北约在东欧方向部署多个前沿战斗群的同时 集中大量兵力兵器在北极附近秀肌肉 既可通过展示实力回应欧洲盟友的安全关切 又能通过集体行动消弭联盟内部分歧 二是加紧布局 争夺北极 近年来 北极地区安全话题逐渐升温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俄罗斯 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博弈日趋激烈 在这一背景下 北约多次在北极地区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频繁举行各类演讯活动 可以说 寒冷反映2022演习 是北约加紧布局北极地区的右翼实际动作 以期在未来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